多謝主席 今日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了報告 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 確定2017年行政長官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是否需要進行修改 特區政府同時公布了 2017年行政長官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公眾諮詢報告 稍後行政長官將與政改諮詢專輯小組一同會見傳媒介紹這兩份報告 立法會在香港的政制發展擔當重要的憲制角色 所以今天我們第一時間來到立法會 向各位議員簡介兩份報告的內容 我很感謝立法會主席和內務委員會主席 同意召開這次特別的會議 去年12月4日 特區政府發表了2017年行政長官 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諮詢文件 就兩個產生辦法正式展開為期五個月的諮詢 為行政長官啟動是否修改兩個產生辦法的憲制程序作準備 在諮詢期間 由我領導的專責小組透過不同的渠道進行廣泛的公眾諮詢 收集立法會、區議會、社會不同界別的團體和人士 以及市民就著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意見 特區政府是以開放、兼聽、務實的態度、聆聽各界的意見 期望大家有商有糧 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及決定 共同實現普選的目標 在五個月的諮詢期內 專責小組聯同相關的政治委任官員和公務員的同事 一共出席了226場諮詢及地區的活動 包括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 18區區議會的會議 以及多次與立法會不同黨派及議員會面 直接交流對政改的意見 我們並且走入社區直接拼取公眾及地區人士的意見 我代表特區政府在此衷心感謝各位議員 以及不同界別的團體及人士在諮詢期內所提出的寶貴意見 在諮詢期內我們一共收到大約是124,700份 來自不同團體及人士的書面意見 數目是上一次政改諮詢的兩倍半 我感謝相關的政府同事籌劃各式各樣的宣傳 諮詢宣傳活動 令廣大市民更了解基本法的相關內容 以及兩個產生辦法的重點諮詢議題 並且專業及客觀地處理及分析大量的書面意見 協助專責小組完成這次諮詢工作及讚寫諮詢報告 今日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 亦同時呈交了諮詢報告 諮詢報告全面歸納了在諮詢期內 立法會、區議會、社會各界團體及個別市民的意見 以及相關機構進行的民意調查 除了兩份報告之外 我們已經將在諮詢期內收集到的意見書 以及相關民意調查 再列在45冊-6中 並傳數上載到正改網頁 www.2017.gov.hk 供公眾查閱 諮詢報告將在諮詢期內收集到的意見 按照去年12月專責小組發表的諮詢文件所提出的重點議題 逐一分析 除了按照分析提出主流及較為普遍的意見外 亦都盡量勞列不同的意見 務求做到如實反映及客觀持平 就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重點議題 行政長官報告及諮詢報告都有以下的主要觀察及總結 整體的意見有四點 第一 香港社會是普遍恩切期望 在2017年能夠落實普選行政長官 第二 社會大眾普遍認同在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及決定的基礎上 理性、務實討論、凝聚共識、落實普選行政長官 第三 社會大眾普遍認同在2017年成功落實普選行政長官 對香港未來的施政、經濟及社會民生 以至保持香港的發展及長期繁榮穩定有正面作用 第四 社會大眾普遍認同行政長官人選是需要愛國愛港的 就著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我們有以下的總結 主流意見認為基本法第45條已明確規定提名權只授予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擁有實質提名權 其提名權不可被直接或間接地削弱或擾過 就提名委員會的組成較多意見認同提名委員會 應參照目前的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方法 即是由四大界別同比例組成 以達到廣泛代表性的要求 同時有不少意見認為提名委員會 可以按比例適量增加議席 藉此吸納新的界別分組 或提高現有界別分組的代表性 但亦有不少意見認為提名委員會的人數 應該維持在目前選舉委員會的委員數目 也即是1,200人 如果需要作出增加 也不應該超過1,600人 就提名委員會如何按民主程序 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 有多種不同意見 有意見認為 提名程序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先經由一定數目的提名委員會委員 推薦參選人 第二階段再由提名委員會 從參選人當中提名若干名候選人 有不少意見認為 參選人須至少獲得一定比例提名委員會委員的支持 才可以正式成為候選人 直以證明該參選人具有提名委員會內跨界別的支持 體現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 並符合提名委員會作為一個機構作出提名的要求 有一些意見則認為 應該維持現行選舉委員會的1%的提名門檻 也有一些團體及人士提出其他提名門檻及提名程序的建議 當中包括在提名委員會之外引入公民提名、政黨提名等的建議 就行政長官候選人數目主要有兩大類的意見 一類的意見提出為了確保選舉的莊嚴性 以及能夠讓選民對候選人的政綱和理念有充分的認識 有需要設定候選人的數目 另一類意見則認為無需就候選人的數目設限 在提出需要設定候選人的數目的意見中 因應過去行政長官選舉的候選人數 數目大致在2至3人左右 有些意見提議可以將候選人的數目定為2至3人 亦有部分意見是提出其他數目的 就普選行政長官的方式有相對較多意見 認為應該舉行兩輪的投票 亦即是候選人需取得超過半數有效票 方可當選以增加候選人的認受性 但亦有部分意見認為應只舉行一輪的投票 以簡單多數制選出行政長官當選人 就著立法會產生辦法 社會大眾普遍認同由於成功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 乃普選立法會目標的先決條件 目前應集中精力處理好普選行政長官的辦法 另外由於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已經作出較大的變動 故此普遍意見認同 在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無需對基本法附件而作修改 無論從諮詢報告的分析 或是各位在過去半年多的親身體會 相信大家都感受到社會各界就政制發展的討論非常熱烈 社會上不同政治光譜和不同持份者 就著某些議題的立場和意見可謂南緣北切 要收窄分歧尋求共識 要在立法會取得三分之二議員通過方案 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雖然如此 我認為立法會和特區政府都應該竭盡所能 履行我們各自的憲制責任 把握好全國人大常委會 在2007年已經明確定立的普選時間表 在2017年預期依法落實普選行政長官 這是中央對香港的莊嚴承諾 中央領導人已經多次公開強調 中央是真心誠意 希望特區可以如期依法落實普選行政長官的目標 行政長官和整個政府團隊 在今次政改的最大目標 就是讓全港五百多萬的合資格選民 在2017年以一人一票的方式 選出下一任的行政長官 中央和特區政府和香港普羅市民的願望是一致的 諮詢報告如實反映了在諮詢期內 香港市民對如何落實普選行政長官的不同意見和建議 在某些關鍵議題上 立場是有不少分歧 此外正如行政長官提交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報告所述 我們亦注意到 在首輪諮詢期過後 仍有不少的團體和市民透過不同的方式和途徑 表達他們對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意願和訴求 這些意見亦有不少分歧 值得注意的是 在提名程序這個關鍵議題方面 雖然在諮詢期內 已經有法律專業團體和其他社會人士指出公民提名 不符合基本法的規定 但仍然有不少香港市民在諮詢期結束後 透過參與民間組織舉行的投票活動和七一遊行 表達他們要求普選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 應該包括公民提名這個元素在內 有團體亦提出真普選沒有篩選的立場宣示 政制發展議題十分複雜 社會上就具體方案有不同意見和爭論 是可以理解的 亦都是香港多元社會的正常現象 特區政府尊重市民透過和平、理性、合法的渠道去表達意見 特別是他們對普選行政長官的恩切期望 以及對維護自由、民主、法治等核心價值的堅持 特區政府充分聽到大家的心聲 亦會向中央如實反映 我衷心盼望廣大市民都會認同 我們必須以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及決定 制定具體的方案 才有機會成功落實普選 香港政制發展進一步邁進 總比原地踏步為好 五百多萬的合資格選民 能夠親身參與投票選舉下一任的行政長官 總比作為旁觀者好 我們必須有勇氣和智慧 在合集的政治納逢中 找尋最大的共識 我衷心希望在下一階段 能夠與立法會議員及社會各界 共同以務實的思維 包容胸襟進行理性溝通、認罪共識 如果社會再虛耗時間和精力 在一些在法律、政治和實際操作上 均難以得到落實的建議上 如果政治團體只是堅持一己的立場 而不願意妥協 恐怕我們將白白錯失 在2017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的機會 令全港市民大失所望 根據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4年的解釋 修改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 必須要走五步曲 今日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 正式啟動五步曲的第一步 這個重要的一步 標誌著邁向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第一步 我們希望全國人大常委會 可以在八月 就是否需要修改兩個產生辦法作出決定 等待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之後 特區政府預計在今年年底左右 就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具體方案 展開公眾諮詢 主席 生於師、長於師 我和大家都一樣熱愛香港 我在政府服務超過30年 見證了香港的社會發展 我和大家都一樣渴望香港的政制發展 可以踏上新的台階 縱使不同陣營的人士 在討論政改議題的時候 會出現激烈、針鋒相對的場面 但無論如何 大家都對香港的未來出於關心 正因為如此 我們要好好把握落實普選的機會 我相信落實普選行政長官時 由目前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選出行政長官 變成了由全港500多萬的合資格選民 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行政長官 帶來的是實質的改變 主席 在今次的諮詢我特別感受深刻的是 絕大多數市民都是抱著理性無實的態度 去討論政制發展 不同年紀、背景和政治立場的人士 都很有誠意 坦誠地分享心中所想 大家表達的意見都是非常重要的 讓我們可以更深入了解彼此的立場 讓特區政府可以更準確 和全面地歸納市民的意見 並向中央政府如實反映 最後我想強調 即使政改的道路不容易走 特區政府會繼續抱著堅定的信念 以最大的誠意去推動香港政制發展 向前邁進 我相信集合港人的智慧 必定可以收窄分歧 凝聚共識 攜手為香港民主發展 變下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 這個重要的里程碑 多謝主席 多謝市長 多謝市長